觀眾朋友們午安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緊接疫情特別報導 我是主持人翟軒 特報是從下午的兩點到四點播出 會為您掌握統整最新的疫情消息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也邀請您打開手機和平板 還有電腦來搜尋新聞大白話的 YouTube頻道 訂閱分享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也邀請大家可以下載 我們TVBS新聞網的APP 來掌握最新的疫情消息 而今天大家非常關注的 就是北市這邊 因為北農爆發了群聚感染 現在市長柯文哲 是提出了新的戰術 說四千人要全部來施打疫苗 而旁邊的人氣點閱榜 我們可以看到 在第二名這邊 莫德納的疫苗 竟然也會有副作用 據說會有一個莫德納手臂 可能會紅腫個三到四天 或是全身起疹子 另外這個急診室醫師也說 如果你狂打噴嚏的話 年輕人要注意 這有可能是一個染疫的症狀 另外今天十個縣市 都可能會有好大雨 所以這一兩週 可能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會不會有淹水的狀況 而今天其實在台灣這邊 我也有一個消息傳出來說 這個台灣現在目前 有AZ疫苗 也有莫德納疫苗 但是輝瑞BNT迟遲談不攏 據說是有一個人幕後 有一些阻擋的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的兩百五十萬劑莫德納疫苗 及時來台解台灣燃眉之急 但輝瑞BNT疫苗 郭台銘出手都沒辦法很順利 更何況蔡政府也曾交手過 這是五月底陳時中還原跟BNT談判過程 說合約外的最大問題 就是BNT對我中文合約 寫我國二字很有意見 雖然我放後來修改成台灣 但從此之後BNT就沒下文 現在平面媒體自由時報報導 從中阻撓的人就是她 同樣是報導披露的照片裡的女子 說叫做徐珊珊 是輝瑞美國分公司的高層主管 掛名亞太跟中國發展副總裁 也說在去年九十月加入 因為動中文BNT找她來審閱文件 但似乎她就是上海復興派到BNT的 被截讀她是BNT裡的中國細胞 綠英肯定有紅色力量介入 甚至也認為藍營在野的阻擋 都是阿共仔的陰謀 因為每日相繼捐贈疫苗 藍營有人就說台灣像疫苗乞丐 讓很多人都不能苟同 曾是外交官的劉仕傑也很跳腳 用如此粗暴且不堪的言語 去公開修辱了美日兩國 現在疫苗成了政治人性的放大劑 TVB的新聞陳建民台北報導 我們就來歡迎這一階段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資深媒體人羅有志 大家好 大家午安 資深媒體人王上志 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目前指揮中心正在召開記者會 我們來看一下 勞動部的許部長 那在後排有我們醫療應變組的羅一軍 羅副組長 以及我們社區防治組的莊翔 莊副組長兼發言人 以及我們衣服會 衣服會的王執行長 同時也是我們醫療應變組的副組長 接下來就請指揮官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這一天來這工作的一個進行 好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午安 那我們今天的確定的病例 本土的案例 75例 那死亡的個案有20例 那解隔離也接近百分之60 那案例裡面新北市38 台北市22 桃園5例 苗栗3例 基隆台中各2例 高雄雲林彰化縣各1例 那確實現在的確定的病例也是在往下 整體的趨勢它也是都往下 那死亡的案例人多 但是一般來講 大致上這個死亡案例會隨著確診案例的 會減少 大概晚一到二週 整體就會往下 所以 好 今天是新增了75例的本土案例 是終於是到了百例之下 但是死亡數字仍舊是這個20例 相當的多 總計現在目前為止 因為染疫死亡的這些人數 已經是來到了569人 當然大家現在非常關注說 這個莫德納疫苗 陸陸續續來到臺灣 很多人也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 酒漢逢甘霖 真的是有一些緩解之下 但是現在綠營的一些粉磚 卻是因為這個莫德納來 好像滿血復活了 就大肆地操作這個莫德納抵臺 這個消息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莫德納 捐了250萬劑疫苗 現在講的是說臺灣是已經到了世界第一這樣子 可是很多人覺得說這種講法相當的傻眼 因為其實我們是等了好久 而且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 五百多條人命的代價 但是現在這樣子大肆地操作說 我們這個真的是世界第一多 臺灣number one 這讓很多人覺得說 這種時間 這種節骨眼 你還要這樣子大內宣嗎 而且我們看到就是蔡總統 也是在講說 真的是感謝美日患難皆真情 當然日本 美國 我們是都很感謝 可是這個時候還需要做大內宣 我們看到王定宇 他在臉書上面特別PO文 這個有點像是剛剛這個友志哥講 這叫做做夢文 有一點暗酸的味道 因為藍營都有一個講法說 如果不是郭董 這樣大力說要買BNT 其實莫德納不會來得這麼快 他就暗酸說 這個餐廳鼠被搶攻的故事 他說其實T餐廳 T是不是臺灣的意思 應該是這樣子來批評 T餐廳 這個每天有一群老鼠靠著這些廚餘為生 就在那邊嫌環境不好 食物不好 廚師不好 可是餐廳的廚師同仁都靜靜夜夜 在研究新菜來提升用餐環境 這個講的就是可能政府中央機關 就說大家都靜靜夜夜 有一天替餐廳成為了一個米其林的推薦 這個大好的喜訊 餐廳同仁都很興奮 但是大老鼠就出來說話了 說如果不是我們這樣每天偷吃菜的話 怎麼可能米其林會來推薦這個T餐廳 所以都是我們鼠輩們的功勞 然後這一邊就被大家解讀說 這就是在暗酸 暗酸郭董 暗酸這個藍營人士 所以我們也看到這個大家現在其實網路上面 有一個風向說 看到這種出來 好像在蹭 在這邊要酸一酸的這種話語 大家其實覺得並不是很喜歡聽 因為其實看到這個 我們謝長廷 謝大使 他講說美國兩百五十萬劑的疫苗底態 他說七十歲以上的都可以打到一劑 他很多人在想說 這個不是應該是駐美大使做的事情嗎 關駐日大使什麼事 為什麼你這時候還要跳出來說 蕭美琴這個來臺背後很艱辛 感同身受可以體會 是不是有一點要出來蹭聲亮的這種感覺 有這個 現在民進黨整個又在他們自己 另外新一波的認知作戰 你看到王定宇 看到焦糖 看到王浩宇就知道 一定要那個公事 我拜託大家一定要記得 大家如果還記得就是丁怡銘發梗圖 然後在平均辦公室裡面那些小編 發完出去之後大家還記得嗎 第一個接到一定是王定宇 王浩宇 焦糖 這一把脈絡拜託大家一定要記得 他們是第一波名單 轉發名單 對 你只要看到這樣子王定宇 又出來用一個模式 你就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再去找有沒有其他人 也在做同樣的夢 你就會發現整個就是一個套路 因為大家都 整個民進黨就是一個中央廚房系統 我不是跟你講過 我曾經在一個節目上 然後有一個民進黨的發言人 跟我在那邊討論 結果他講輸了之後 他下來廣告 就馬上有一個人打電話來 因為你看他那個電話超好的 你知道嗎 call in系統很大 然後他就接起來說 喂 然後對方就罵他說 你怎麼會講輸羅有志 我告訴你 他剛剛講那幾點 一二三十抄起來 趕快記下廣告回來可以翻 電報他 然後他一掛完我在旁邊這樣 然後他就看著我這樣 有志哥我說沒關係電報 請 我講這個意思就是 他們根本就是一套 整套的系統 所以麻煩大家以後 有王定宇在講什麼 第二件事情就是去找 有沒有類似的夢境文 他真的有 有志哥幫大家破解了 最近我的朋友在臉書上 傳另外一種夢境文 他說有一個公司 這個是一個餐廳對不對 有一個公司董事會分兩派 一個A派一個B派 A派佔大多數 兩派互相鬥爭激烈 數年有餘 結果最近該公司急需某誤 V 然後結果V全球都在搶購 如果更有勝者 V的產量越來越少 然後B就在董事會提出要求說 一個月之內給我搶 四千萬個V出來 不知道講什麼 疫苗 國民黨不是又在立法院 這是同樣的一個套路 對 夢境文 版本一是餐廳 版本二是公司 公司 這整套的系統 就是所有民進黨的人都會開始 沒多久你會看焦糖 或者是王浩宇 又有自己的一個夢 就這些人每天都在做夢 整個國家大事不幹 每天在幹這些有的沒有的屁事 這都現在的民進黨你知道嗎 明明像疫苗缺成這樣子 亂七八糟的 你每天只會搞這些夢 然後把所有人大內宣大外宣 然後一直用這些夢境文 在洗人家的腦 你到現在還是認為說這樣有用 別鬧了 你現在莫德納進來 你第一 莫德納的用處是什麼 你計畫好了沒 一個真正的政權 莫德納的方法跟AZ的方法 是不是要趕快區隔開來 莫德納是台灣拿了第一批 mRNA的疫苗 你到底拿到之後王定宇 你有什麼見解 你應該趕快用你立法委員的身分 建構一個疫苗施打的團隊建議 你是不是應該去跟所有醫生說 給我一點建議 然後莫德納我應該要適用在 哪一個年齡層 因為mRNA AZ之前的死亡率比較高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怎麼樣 去做什麼分配使用 這樣子才叫民意代表 為了老百姓 不是 現在每天在做這些夢 大家不覺得可惡到了極點嗎 所有的人全部都 所以我今天寫了一篇 在你們TVBS新聞網 對 千萬不要信民進黨的同島一命 你信他的同島一命你就死了 會被騙是嗎 所有的事情 前面一定先跟你講同島一命 後面再戳你一刀 就好像這樣兩個在 等一下 我們是自己人 然後你一轉過 好 自己人從後面 砰 就給你一槍 以前跑社會新聞 我常常再講一句話 要前面握握手 後面下毒手 是 最可怕的是誰你知道 同學 同學同學捅到留學 這就是民進黨 是 前面你先跟他講同島一命 這些夢 這些命 其實他不是跟你同島一命的 我跟你講國民黨你該監督的就監督 民眾黨也是 不要被這些人嚇怕了 他只會做夢 錢 驢 技 窮 其他就沒了 現在這個250萬劑的疫苗抵台 莫德納抵台之後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很多人出來蹭 就是說 我一定要出來講一下說 民進黨好棒棒做得很好 政府做得很好 然後有些人就是眼紅 有些人就是在那邊扯後腿這種感覺 而現在國民黨是說要求八月底要四千萬劑的這個疫苗 鄭運鵬就解讀了 因為現在要求這個疫苗 現在不可能有那麼多的疫苗 如果要有這麼多疫苗 就一定是從中國這邊 可能是這個轉接過來的 所以他們就說你如果是從現在要這個四千萬劑疫苗的話 代表說現貨派其實你就是這些中國派 但是事實上現在就是缺疫苗 沒有錯 現在很急需要疫苗 如果我們有疫苗的話 其實就不會發生像這樣子的悲劇 我們看到在長照機構這邊 爆發的這種群聚感染 已經是四十七確診 而且三個死亡了 現在是不是有這樣子隱匿疫情的狀況 當然大家討論非常的多 今天北市也有出來回應說 為什麼不做快篩這樣子 但是我們看到文倩姐的解讀 就是說他有另外一個觀點 他說如果我們是活在另外一個 其他這種正常民主的國家 應該是今年四月的第一波 開打就會以這種護理機構為第二優先 而不是用這種什麼中央機關 以及總統府這些排在第二順位 應該是跟其他的這種民主國家 歐美疫情去年一開始很嚴重 也是在長照機構這邊 發生了很多這種不幸的案例 但是後來當他們有疫苗的時候 他們就是優先給這些長照機構 養老院以及照顧者來施打這些疫苗 這是用千堆屍體換來的答案 但是在台灣他說在我們這個地方 這個答案卻被揚棄了 所以他覺得這樣看到 真的非常悲痛 心也覺得很疲倦 為什麼我們就是沒有疫苗 要用這麼慘痛的代價 人家歐美已經演給我們看了 但是我們現在 卻還是在重複上演著 王老師 其實現在是這樣子 在有關於疫情部分 現在有兩股力量 包括我是指在民間 一個部分是 還是非常期待疫苗 所以只要美國有疫苗 或者未來有BNT疫苗 其實民眾都是非常正面的 非常高興的 那麼另一股部分就是 現在原有本身的疫情 那麼這個疫情當中 其實雖然說現在看到 確診人數一直下降 可是整體的這種 一下子又爆出來北農 一下子又爆出來長照中心的 各種群聚 所以這種不安 所以講到疫情 大家還是皺眉頭 你知道一個是 有疫苗開開心心 一個部分是皺眉 小到疫情還是皺眉頭 所以在這兩股的勢力當中 很清楚也很明顯的部分 是民進黨是非常聰明的 或者政府很聰明 他們其實慢慢 因為現在開始 有一些疫苗進來了 所以他會更大的宣傳力 會放在這個正面的疫苗上 所以明星向往 日本來 美國來 後面如果日本再給 一波一波又一波 所以造就這個部分 就是覺得政府 真的越來越做多事 雖然每次都是來這麼一丁點 也不是一次來個一兩千萬劑 徹底解決台灣的問題 可是就是把它拆成這種 零星一波一波的正面手法 那麼另外剛剛我們講 確診 現在還是有感染的風險 包括現在打疫苗這個當中 有一些副作用 又有很多死傷 這個東西都大家 其實都是負面能量的 很同情的 也很緊張 也很畏懼的 那麼這一坨東西 其實慢慢看得出來 其實政府慢慢把這整塊去甩鍋給地方政府 尤其甩鍋給台北市 甩鍋給新北市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下子好像稍微做好一點 感覺起來又是中央 大家整體共同的努力 然後地方又努力 可是只要稍微疫情有不穩定 然後整個又甩鍋 我覺得在整個 現在的這種策略上當中 民進黨在加強 有關於對於疫苗這個當中 人們民心向背當中 非常正面的期待 他們在那個地方 然後也都不斷的在那個地方發揮 可是在所有條件 大家還是有緊張 比如BNT不確定 這裡頭有沒有中共 或有任何人 所以這裡頭就在大做文章 所以民進黨向來 就像剛剛有志講的 他們是非常習慣 也非常會做兩手策略的 所以在這個當中 慢慢的有關於疫苗 跟有關於疫情 這一個正面 一個負面的 這個整體的操作 所以就會建築在 每天我們發生各種 還有不確定的 只要剛剛我們看到的 又有一些疫情了 趴趴其實就是往負面走 就繼續 一定當中就是罵柯文哲 或者是直接罵侯友誼 只要有疫苗 你看現在當中 無論甜美 或者剛剛講各式各樣 對於日本還有謝長廷 像這種的 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都是民進黨這種手法 但我簡單講我覺得 我自己心裡對民進黨 是這樣子 民進黨其實他們是這樣 他們就是喜歡蹭 就是蹭來蹭去 你知道 叫蔡英文去蹭賈詠傑 然後現在其實就是 謝長廷就去蹭蕭美青 他們有彼此互相蹭來蹭去 你知道我形容這種蹭 叫做地鼠蹭 就叫打地鼠 地鼠蹭 我們那個玩具 地鼠一隻冒出來 一隻冒出來 你知道現在蕭美青 就像是蔡依林 是大家都覺得太棒了 你真的做得太好了 然後謝長廷就是菜頭 然後就要跑去跟蔡依林 跑過去跟他一起合照 你知道就是要搶點風采 謝長廷是老一輩的這種 上個世界的政治人物 你知道他們都是那種 莫忘影中人 你不能忘記我 你不能忘記我 他就是這種政治思考風格的 所以他當然要去蹭蕭美青 那麼另外剛剛王定宇 這種的部分 其實他就是網路 像現在這種蟑螂蹭 我想說一個是地鼠蹭 一個是蟑螂蹭 那麼這種蟑螂蹭 也是蹭來蹭去 他們彼此互相發梗圖 他其實就是有系列的這樣子 在推出 然後這樣大家蹭來蹭去 都蹭一些負面的 都在散布這些負面的 剛剛王定宇那故事 各位觀眾 有你有聽懂嗎 王定宇實在說那故事 我覺得他故事真的很爛 你真的要很認真聽 你剛剛宅軒 你還要認真幫他解釋 解釋半天 我跟你說實話 我還是不太懂 然後就讓你比較印象 真正會說故事的人 三句話兩句話就到位了 我剛剛講地鼠蹭跟蟑螂蹭 王定宇就是蟑螂蹭 謝長廷或地鼠蹭 你要弄清楚 民進黨就是愛蹭 正面的也蹭 負面的也蹭 你弄清楚之後 其實都看在眼底 對 其實他們現在 這個兩手策略 我覺得還滿高竿的 因為現在可能 這個民調相當的膠著 可是我在好事情上面 我蹭一蹭我加加分 我的這個好感度就上去了 可是壞事情 我就在這個對手這邊 或者是甩鍋大陸這邊 我就替你減減分 慢慢的好像這個差距 又可以拉開 之前王老師有講說 現在民進黨要開始大反攻了 對不對 沒錯 其實很清楚 因為剛剛講說 現在陳時中的 蘇貞昌已經消失了 我很愛吳子佳 講的他 他就是冷凍雞腿院長 這很有趣 他冷凍雞腿白一邊 可是看得出來陳時中 現在他的主導力 在每天 包括各種的宣誓來說 影響越來越低 很明顯的 現在其實是 蔡英文總統在整個主抓 這整個大戰略動用美國 動用整個國安體系 然後某方面跟網軍 如果有似無 需要網軍 這些網軍蟑螂在蹭的時候 他就讓他們蹭 可是稍微有點離譜的時候 他又開口制止一下 所以整個大戰略現在 我沒有覺得他做得很好 可是真的稍微 已經有點清楚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整個 可能在上個禮拜之前 整個還是亂七八糟 但是看得出來現在至少大戰略 而且蔡英文自己抓整件事情當中 是有些立竿見影的效果 這是實在的 只是說我們還是看到太多 王定義這種蟑螂文一大堆 你看了還是真的很煩 所以等於說 藉由這一批莫德納來台 已經開始發動了 新一波的這個認知戰 綠營認知戰